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辆白色的轿车 丝毫没有刹车往前直直的暴冲 高速撞上路边停放了机车之后 才发现自己闯祸了连忙踩刹车 但因为车速实在太快了 车子已经踩刹车了 还是不断往前移动了数十公尺 这一撞造成路边的12辆机车都遭波及 全部东倒西歪现场一团乱 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驾驶浑身酒气一吹 果然是酒驾酒色值来到0.95 但也来听一段警方的访问 同人到场处理时菜男酒厕值超标 我们当场依公共危险罪逮捕 并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偵办 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8号晚上8点半左右 菜新驾驶几杯黄汤下渡 却还是硬要开车回家 不生酒力驾车不慎 才会突然冲撞路边的机车 所幸当时路跑没有行人 也没有其他行进间的车辆 整体事故没有人受伤 不过驾驶也被以公共危险罪送办